今次我们听到点题作《negative》这首歌 我其实一听的时候就觉得 这首歌很暗很沉 是在拖你进去一个不知什么地方 甚至我觉得对我来说不应该是一首流行曲 是 你说吧 这首歌你是收述回来的 还是怎样发生的 其实这件事 这件事很有趣 是一个在我早两年 应该是两年前 我做过一个项目叫停半分钟听一缺歌 就是我其中找了很多Busker跟我合作 是一些很本地 可能名不经存大家不太认识的Busker 但是这位作曲的人他叫Eagle 其实他当年 他也不是那些出来主唱的Busker 他是在旁边帮另一个Busker 彈琴的一个钢琴手 但是认识了之后 他发现其实他是挺有才能的 他之后也玩了《全民造星2》 去了参赛 他也展示了他 除了在钢琴上的才能之后 其实他在编曲上也有自己的想法 而很有趣的是 他找我其中一个创作的同事 他希望去问他自己的career path 就是应该去想 或者想走什么路 而在找这个career path 我的同事就说 如果你有创作 或者你有想到会不会去做声音writer 不如你传一些demo给我听一下 之后就突然听到这一首negative的demo 很有趣的 原本的demo 其实是一只EDM 是一只 纯电子音乐 是一些 的 你猜不到 你现在听这一首negative 你会不会听得到原本的demo 是什么样 你可能correlate不到两首歌 但是我们就是找了这个demo 回来之后 给了Kiri T去帮忙做編曲和监制 他真的好像将这首歌本身的melody 好像抽了出来 进行了一个 重新帮他改头换面 也将他的灵魂 配上一个新的驱骸 上去 没有说哪个是对与错 两个都好听 但是就是说 原来 有时候对与错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有对与错的 只是纯粹上 说的是你自己喜不喜欢 是不是你自己的取态 选择 Kiri 就用了这种面向 去将它变成一种 有氛围 一些 比较dark 一些的曲风 我觉得其实Kiri 是 甚至是 surprise了那些作曲的人 他说 原来我的歌 可以变成这样的样貌 都没有估计过 所以你问我 我自己在这件事上面 我自己也是在学东西的 我也是从中 我也是跟着Kiri去学 如何去打破一些固有的框架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其实那些对他来说 本来不是框架 因为他一向都是在做他的音乐 也不是他堆砌自己 要在乐团上 要有多么主流 甚至要有多么宏大的理想 他就很纯粹地很希望 可以将他自己喜欢的音乐旅行 或者他在美国也好 或者甚至在英国也好 他吸收到音乐 他希望他放在这首歌里面 所以 我觉得这首歌的诞生 其实是充满着很多这些 不知道是对错 可能你在一个很典型的 广东歌流行世界来说 这首不是会令我有几百万点击的 一首流行曲 或者主流情歌 但是在现在这个世界 其实大家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也是从这首歌里面去学 其实大家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大家真正想去听的音乐是什么 我觉得这首歌最好玩的面向 这首歌也不是一般大家听到的Canton Pop 特别 就是 那首歌也是 你用的声音也是 你录音乐的时候 其实有没有怎么去测评自己的 我想我最大的测评的方法是 不要被自己的控制 就是 不要觉得这样不是在唱歌 其实有一些声音是用得很极致 甚至是 偏离了我平时会去录音的用声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偏离 反而对 有一个很实在的例子就是 我和Kiri录音的时候 原来当时的电脑是有点出错 有些glitch 我们称之为是有一些录音上的问题出现了 正常的广东歌来说 这样可能整首歌要重新再录过 但是我们就 甚至不是将错就错 在我们混音阶段的时候 我们这个混音师 就叫Maxim 他就说他很想用他自己的方法 去模仿当时的声音录制的质品 但是呢 后来是快要找不到的 但是去到最后我们的处理方法是怎么样呢 我们就是用回这一条所谓错的focal 直接扣回到现在最后的成品上面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听到这个focal 可以说是有电脑出错的声音在 很奇 因为这种出错 其实去到最后是不是真的这么错呢 也都是真的好像是帮这首歌的意义 再加一重 但是这个就是最好的例证 就是说对和错 其实有时候真的不到你定 或者不是你去用一把尺去衡量